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大家好,我是依禅。 有一位施主和依禅留言说, 端午节同学聚会上,她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初恋。 两人曾经有一段美好的感情, 但现在早已断了联系。 就在刚才,初恋约她共进晚餐, 她很犹豫,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。 师父说,有的人与其相见,不如怀念。 与其纠缠,不如随缘。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。 你偶遇我,我相逢你, 然后各自修行,各自向前。 我们能做的,也只有怀念而已。 落花有意随流水,流水无情葬落花。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, 你们曾经爱得奋不顾身, 最终却没有在一起。 你痛哭过, 伺候过, 却在很久之后的一个深夜, 过于平静。 你不必执着于曾经爱过的人, 回忆就让它过去吧。 也许一味地挽留, 只会让已有的梦境破碎, 连回忆的余地都消失殆尽。 也许若干年后, 它的模样会在你的记忆中慢慢模糊。 但只要能够想起曾经有这样一个人, 在你的生命中停留过。 偶尔想起彼此的美好, 和那些嘴角扬起的微笑, 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 聚散离合, 缘分犹如云烟, 时空变化, 你我再无交集。 我们都是生活的流亡者, 朝不保夕, 随遇而安。 所以, 迟早要学会习惯。 不如就让我们对过去说声再见, 把最美好的放在回忆里。 祝你好, 祝我安。 我是依禅, 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, 希望依禅的话,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 听众очки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— 这样 你 您